所以说为什么我说 如果人类能够 真的能够证实外星人的存在 而且能够交流上 这是解决了特别多的问题 那么难 起源上的一些问题 你认为是 交流不可能 但是发现还是有可能的 发现是有可能的 发现也是很难的 另外就是不光是 因为外星人是一个事 还有一个地外生命的事 因为我们现在地外生命 还是发现嘛 但是地外生命是一个 比较就是应该说 大概率会在很短的时间里面 会发现的 就我们的太阳系 其他的行星 或者其他行星的卫星上 我们发现地外生命 前一阵日本传来的消息 不就是说在哪个星星 有一个小行星 龙宫小行星 它带过来的 它把那个物质给撞回来了 对 它龙宫的那个土壤 还是什么样 说是史无前例 在这个地外的行星上 发现了氨基酸 好像还不是一种 二十多种氨基酸 氨基酸 其实你如果非要 跟生命联系在一起的话 也我觉得也不一定 那么很直接 其实宇宙空间当中 有很多分子 比如说 就是宇宙空间当中 宇宙还不是星体上 比如像氨分子 像 很多 氨基酸以前也发现 像枪积一类的东西 然后 因为那种东西 已经非常接近 所谓氨基酸 不是也就是那些 碳氢 这些加上点氮 这种组成的一个分子结构 对 我记得我以前参加过一个工作 就是叫做 用这个青海站的那个设备 去找这个宇宙当中的有机分子 好多年以前了 所以有机分子就很接近 就是所谓有机嘛 有机这样是就跟生命 就可能构成生命了 就已经开始就是产生联系了 所以原则上就是 就不用地球这样的条件 因为即便是在地球上 在玛尼亚拉海沟的火山 就是熔岩口边上 都还有就是大型的生命存在 对吧 像那种虾呀 像那种 吃硫磺的 对 所以你 其实生命存在 它需要那么 那么特殊的环境 其实不见得 但是智慧生命这件事情 就是终其追求的目标 就是我们人类是不是孤独的 对吧 这个是一个 一个就是特别困难的一个问题 最后证明不孤独的时候 人家要把我们灭了呢 也是有可能的 很有可能的 因为这个 这是一个社会 有点像社会学的这个东西 你想吧 我们四个人在一起 可能就产生争论 然后几百万人 就是一个城市 那里头打架斗殴就来了 在扩大的地球上 战争都发生了多少次了 就是这种东西 但是天体物理学家 必须要去寻找 刚才你说那个look up 那个就是向上看 那个字本身就含有寻觅的意思 对 就是我们网上看 就是在寻觅 这是你的本能 你的工作就是要找到 结果找到 是不是货不知道 对 实际上这样 就是说 未来发现外星人在哪 这件事呢 它是有可能的 比如通过天文观测 不管是射电网络的观测 还是光线网络的观测 比如发射的 如果足够强悍 或者是比如说外星人那边真的干起来了 就是行星级的这种 这种开链 我们光线网络也有可能观测到一些企业 而且现在 其实到目前为止 打起来了 就是它会有些 关虎斗 是吧 对 目前的观测 其实也会有一些比较好玩的 就刚开始觉得不知道什么东西的 那个一些现象 但是呢 就说真正的这种 面对面的接触 实际上我认为啊 这可能性基本上是零 就是这其实是一个特别特别不可能的事 这是反过来说 就是说你要考虑我们 地球人 比如按照我们的科技水平 其实到目前为止 我们是绝对不可能离开太阳系 到任何一个周围的恒星去 我们根本就做不到 就是目前的 其实人走的最远 只走到月亮上 月亮上拿光速走 就一秒钟多一点 就是我们地球人 离开地球走了 最多最多走了一点几光秒 不到两光秒 然后我们的探测器 已经走了四十多年了 那个旅行者一号 现在前一段他们因为老说飞出太阳系 那都是瞎扯的 旅行者一号 要离开太阳系 是一个上万年的事 他现在走了四十多年 才走了太阳系的大概五百分之一 怎么成 不就是出去了吗 不出去了 边界搁在哪的问题 那他绝不是 你怎么定义的 他只走了 如果拿光速笔 还没走到一光天呢 就没走到一光日 大概以光速走 大概走了二十个小时左右 走了四十年啊 你注意 我们离我们最近的恒星是四光年 他连一天都没走到 你想想 我们太阳系的边界 你最简单的说 离我们最近的恒星中间开始 这边算我们的 那边算它的 那我太阳系 至少是一个两光年的一个范围 对不对 差不多 所以得是一个 就是十万天文单位的一个量级 所以就 人类地球人的科技水平 按照我们目的 我们打死也不可能离开太阳系 所以你就想 现在的科技水平 对 现在的科技水平 如果真的外星人 现在到这来 咱就聊着千 外星人过来了 第一假设 它一般来讲 它不是太阳系里面 其他行星什么 这不可能 我们一般认为 肯定是来自别的恒星周围的 西外行星的 那你就想 就它的科技水平 肯定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 是我们绝对想象不出来的水平 所以也就是说 降位打击的水平 对 所以在这种水平上 其实像以前老说 霍金说 别跟人联系什么 大家怕 其实人家早就超越了 跟我们这帮人 去争夺资源的 这个阶段了 这不可能的事 对不对 如果还跟我们一样 还琢磨 还要靠这地球 或者拿点质量 什么弄成什么东西 咱们跟人家 这个外星人之间 还是小市民意识比较重 能到地球的外星人 他已经远远超出我们的 这种文明的程度 科技水平的程度 总是可以自由的 这个 对 第一直觉就是 其实它没有必要到地球来 到这来有什么意义 你们这帮 小阿姨 那种性质的你知道吗 对对对 哎呀 说起来真是 我觉得还是 就 真是望上看 我们像个原子一样渺小 但是我们靠着我们向内看 我们的脑内宇宙 甚至比这个上边的宇宙 都不简单 我们只有靠着我们这个小宇宙 人是太复杂 不断仰望星空 仰望的结果呢 这事儿太难了 太烧脑了 还是研究研究 怎么睡好觉吧 是吧 对对对 对吧 这个您可以给我们讲讲 你看这个就是这个 邓博士拿来的 叫做JWST 后面叫做尾部 这个发射上去了 然后这个给让我们看到了什么 现在这样的 就是这个跨越是 超乎我们想象的 哈勃空间网 已经虽然成果封硕 硕过累累了 可以叫做 开创了这个天文学 从九十年代开始吧 完全是一个新纪元 但是这个上去以后 就非常令人吃惊 吃惊的是什么 因为它口径大了 口径大了以后 分辨力很高 这是其中的一个 另外一个原因 它是在红外波段 在红外波段的原因是 因为你看遥远的宇宙 都有个我们叫宇宙学红移 对 就是所有的东西 就是早期的 还有一些比较有恒星形成环境 里头有尘埃啊 心机介质啊 它会吸收 所以你的光学可能看不见 这个呢 实际上这几幅图都是红外的 这个是WISE 它口径是一个小口径的一个外形 口径多少我记不清楚了 这Speaker大概是在一米左右 看的是同样一片地方 同样完全一样的 完全一样的 你看这个JWST出现一个细节 这个细节是我们真正想都想不到 比如说在Speaker那个时候 跟哈勃是同时代的 中间这幅图 看到的 右边这幅图 你看这个细节 所以这里头实际上如果是 你要来比较这两个图的话 我觉得简直是 就完全是跨越了一个时代 对你来说 改变了什么 你以前对于这一片星空的什么认识 比如说很简单 你比如说你看这个 比如说这几个亮点 我认为是恒星 对吧 但是背景上 我以为是星际介质 但是你到了高分辨去看的时候 实际上里头有很多很多的星点 里头 但这些点有些是星系 就这些以前我们完全不了解 因为看不到嘛 你不能分辨它 所以这个一个是分辨率 就是因为口径大了 另外一个呢 它是在红外波段工作 比如说我们很多现象 比如说跟戏外行星 上面存在的一些 就是市区环境的信号 或者是有 智慧人生命活动的这些信号 是只能从 这样的设备上面才能发现 有人活动的信号 不是 就像比如说 前段时间有一个 有一个叫做 金星的一个探测 俄罗斯的一个东西 它就是在金星大气里头发现了 就是灵 灵的一种信号 我们知道这个大气里头的灵 灵是一种参与生命活动的一种东西 你和弹灵甲的那个灵 弹灵甲那个灵 灵那个元素 灵化氢 灵化氢 灵化氢这种东西呢 它会是一种生命活动 留下来的痕迹 所以当时就很多人怀疑 说是金星上面 虽然没有办法生存生命 但是它大气里头 实际上大气的变化 它有一个温区嘛 所以这里头有可能有某种生命 哪怕是简单的 因为灵化氢嘛 我知道那个鬼火 它就有灵 就是它 就我看见了 说的就是它 说的就是它 所以它在那个里头 看到这个鬼火了 那就肯定是 那就以前 是不是就应该有生命了 所以这个就引起了 就是唠了一个乌龙 最后那个结果呢 经过大家认证发现 发现是对信号的解读 就过分解读了 您说这个这我还有问题了 这个咱们是在新闻上看到的 就咱们那个FAST 就那个天眼 天眼 反正是发过那个新闻 就说收到了那个射电报 你们知道吗 快速射电报 快速射电报 不是不是 那个新闻 关于快速射电报 是它的一个科学现象的 它是跟这个 我们刚才聊的话题相关的 是那个叫做 叫做载带射电信号 对对对 反正不管它是什么 我看的新闻就是说 也不排除是那个智慧 我稍微解释一下 远方的智慧生命 给我们发的那个 无线电信号 对我稍微解释一下 就是任何自然现象 就是无论是FAST 能看到的长波射电信号 还是我们的这个红外 关于说的红外望远镜 看到的那个 就是比光学波段 更长的那个波段的电池信号 还有我们的光学信号 紫外信号 X线信号 都叫做电池信号 都是电池信号 如果自然界里头 因为某种自然现象 产生任何电池辐射的话 它一般是宽带的 就它有一定的带宽 然后人类的通信 用的什么信号呢 用的是一个 就是有一定频率范围的 这样一种信号 这种窄带信号 比如说像我们的手机通讯 是我们知道数字编码的 对 以前还有模拟信号 对 它都是 就是它的频带很短 很窄 如果你收到 用Fuzz收到这种信号的话 就有点像 就是我们无法想象 这是来自自然界 所以大家就怀疑这件事情 就类似于手机信号的 这个窄的频段 不光是手机信号 很多人造现象产生的电池信号 都是宽带的这种特性的 所以它就把这个推论 就用到这个上头了 但是这个逻辑上 有点不够严密 为什么不够严密呢 因为我们现在并不知道 自然界的所有的物理现象 我们只是了解 我们了解的东西 还有很多东西我们不了解 你怎么知道 某种自然界象 不会产生这个东西呢 所以你不能排除 对于你们科学家来说 哪天得观测到什么信号 你们就可以认定 这是外星智慧生命发的信号 它得具备什么特性 射电其实相对会更容易 就是未来我相信 我们最后能找到 如果是外星人 咱们说的是高等智慧生命 不是地外生命这种 不是喜剧 如果是外星人这种的话 其实很容易 你只要收到一个 就是不是随机的 这个无线电信号 其实基本上就很可能 就很可能跟外星人有关了 什么叫不是随机 就是有规律的 对对对对 有一定规律的 因为我们到目前为止 因为实际上就是CT 其实就是专门搜寻 地外文明的这个射电 用射电 不断搜寻地外文明 已经有大概五六十年了 这已经过去五六十年里面 其实天文学家一直在 来自宇宙各个 所有方向的 可能无线电信号 一直在做 做这些处理 最早发现有规律的 其实后来是发现 是毫秒卖冲星 就是FARC现在要做的 最开始还以为是 以为是外星人的信号 后来发现不是 是卖冲星 但是除了卖冲星信号以外 基本上就是到目前为止 接受到了 可以说几乎所有的 无线电的这种信号 全部都是完全随机的 就是像造声一样起伏的 但是可能有个别的 但是就也没有重复性 就那么一下 比如说想了一下 然后也不知道是啥了 但是如果比如说 像我们地球人这样 现在我们发射的这些 像我们的电台 电视台这样的信号 假如说发射出去以后 如果被另外一个星球上的 就是有我们现在这种能力的 这个四点网络接触的话 其实一下就能看出来 就主要 那这样的 就是我们的信息传播 如果用电磁波 作为载体的话 它就是 我们现在基本上是两种 一种叫调频 对 调频广播 它就是通过改变频率 来把信号加载在上头 还有一种叫调幅 就是它信号 一会儿大一会儿小 但是它频率是一样的 但是只是它的强度 相当于是 它的幅度 所以这叫调幅 两种模式 这种像这样的信号 在我们看来 它是高度有序的 就是一看就知道 这个是人造的 就是说是有信息在里面的 对对对 就是很容易看出来 你比如说 比如我们常用的复列变换 一看它非常非常有规律 自然现象 它是一个宽带信号 就是各个频率上 没有什么特征 但是这么说 连规律也是属于人类认知范围以内的 你何以知道 人家的没规律 是人家的规律 只是你发现不了人家的规律 这太对了 这就是从我这个角度 就是我看见 当初我看见这个FAST 公布这条消息的时候 那个其实可能也是媒体的误读 实际上不是真的 不过是那个FAST的那个叫做地域外生命 智慧生命搜寻小组的一个负责人 他发布这么一条 对对我记得是个科学家 那还是应该是媒体的误读 按我知道的 我听到的应该是媒体的误读 其实不是 就是人家本意肯定不是这个意思 那这是什么意思 他没有说 他其实没这个意思 我希望他有点意思 有点暗示 而且暗示还比较强 他就说这种宰大的信号 可能不是我们知道的自然现象 他这么说 他从另外一个角度 那就是非自然现象了 那不能这样倒退吧 我们了解的非自然现象 我们还不了解 你刚才说那个太对了 就是我们所谓的规律 也是我们迄今为止 发现掌握的规律 对不对 还有些规律可能还没掌握 对 人外星人没点 人跟你节奏不一样 人就啪 你怎么 我做一个很外行的人的感受 就是我看有一些天文上的 这个突破进展 基本上就是天文望远镜的突破进展 才能带来真正意义上的 天文学的这个进展 或者说 我有一种 可能不是很恰当的比喻 我感觉怎么 天文学有点 有时候我感觉有点 怎么像考古呢 就是说你 就是理论物理学家 你在那算 你爱因斯坦也好 那个迪拉克也好 你算 然后你在家里就能 就你能算出很多东西来 应该是那个样子 然后你必须 那就像这个考古的说 我觉得史书上 可能应该有这么一个东西 然后那个 做天文望远镜的 就是真的要去 就要去现场 它要挖出来 我要看见 我要看见 我要证明 接收到这个信号 它才是 然后这是两个分支 在朝同一个方向努力 只有当他们的发现 合上了 我理论也觉得是这样 然后我那也看见了 证明了 这个东西才是 觉得是比较确定的一步 跟考古有点像的 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 其实都是很到以前的事 对天文来讲 其实随时随地 它老会发现一些 大家以前谁都没见过的东西 然后你想都没想到的东西 有人真的关心 小行星撞地球的事吗 这个当然还是有的 小行星撞地球 有这个危险吗 有这个危险 实际上就是 最简单的 其实你就看月亮就知道了 月亮百万七十米 全都是坑 对啊 那么这些坑 绝大部分都是被砸出来的 就是月亮表面的这些坑 有一小部分 有很少不到10% 大概是跟以前的火山有关系的 现在好像已经能够认定 这证实就是说 那个墨西哥那边 叫什么尤卡坦半岛 那个坑 说就是六千五百万年前 就导致 就很有可能是导致恐龙灭绝的 那个 那得多大的一个 那个是一个大概16公里大小的 一个小行星 一个 而且是一个大概金属 因为 因为当时之所以 发现这个事 其实当时就是因为 在对应百恶纪的那一层土 比较发红 当时是一个美国的物理学家 去意大利玩的时候 其实是看到这个现象 然后回去问他 然后大妈跟他说 你去测 测完以后就发现 在这层土里 之所以它发红 是因为它有一种 衣 就是金属衣 衣字旁 衣服的衣 一个金字旁 金属衣的含量特别高 后来发现 这个现象 不光是在意大利这个地儿有 其实在全球 好多地方都有 那结论是什么 结论就是说 地球 整个地球对应百恶纪 那一层土 其实都是发红的 整个这一圈 算出来以后 应该是一个 大概16公里左右的一个 金属 含金属衣的一个小天体 撞击造成的 整个它会变尘埃以后 把地球 罩住几年 就像何冬天 道理是一样的 其实它文章发表 过了几年之后 就是有人在墨西哥湾附近 尤卡塔半岛 就是地质考察的时候 就发现一个环形的结构 这坑的大部分 已经是在海里了 但是还有一部分在岸边 就是这坑直径180公里 就基本上和原来 人家这个预测的大小 是一样的 测出太年代 就是6480万年前 那我们今天的这一代文明 这个系统的文明 有没有可能遭受什么 天外的小行星撞击 导致灭绝的可能呢 就是理论上这件事 是一定会发生的 就是如果你不管它的话 大家不要一听小行星撞击 就小行星撞击球 就觉得我们就那个 其实没事 就是它跟大小有关系 就是说对吧 它越大肯定是危害越严重 但是呢 它发生的概率就越低 它越不容易发生 你像恐龙变诀的这个 大概平均一亿年发生一次 就是这是我们知道的 你能算 因为我们现在根据这大小分布 包括你去数月亮上的陨石坑 都能数出来 就是说基本上这个是知道的 然后比如一公里大小的 那可能大概是在 一百万年左右发生一次 因为我们现在观察能力 比较强了 就如果有十几公里大的 就我们肯定会提前 怎么也提前个几十年发现的 但是小个的其实是很多的 就是我们现在发现的 第一个被发现 要撞地球的小行星 就是叫2008TC3 就是2008年10月份发现的 那个发现完了以后 大概二十几个小时 就砸地球了 砸了吗 砸了 真砸了 我们现在天管 还有一块陨石 你可以去看 它是一个大概四米 四米大的 就是基本上就这么大个的一个 所以它掉下来以后 其实它会有一个碎裂 碎裂以后 其实变成了好多陨石 落到地面上 所以当时 它到达地面 像因为地球有个稠密的大气 其实地球有自己的保护 天然保护的 比如刚才说的这种 四米大的东西 到地面 如果到地面还有四米 那就非常危险了 它在空中的炸 因为它跟大气发生摩擦 然后就碎裂了 我看是NASA 还是英国太空计划 他们已经在实验 故意去把两个小星星 质量比较小的 就看我们能不能 把他们给爆开 就是说我们把他们给推开 已经做了这样一个实验了 我当时看到这个新闻 我的感受就是 谁让你去干这事了 万一掉在我们这怎么办 其实从1997年开始 就是天文学家 开始发现壮地球概率 不是零的小星星了 外国拍了一电影 叫不准抬头 好多人聊这个电影 当年我们俩 就是坐这个 《枪枪行天下》 到这个哪儿啊 到希腊 到希腊 在他们一个博物馆里 他们的一个雕塑 今天人看起来 就像抽象雕塑一样 就像抽象雕塑一样 然后那个导游就说 这叫仰望星空 就是他那个人 就是这样 全是这样的 全是这样的 后来我就记得他在说 他说我们今天 都是地头看手机 那天我看见一个 古代的一个算哲人吧 他就讲 他就说这个宇宙 为什么我们感到 非常好奇啊 他就说太大了 不成比例的大 他说简直就是 我的感觉就是 把我们吞没了 就是我们 当我们知道宇宙 那么大的尺度的时候 你觉得你自己 像个原子 这都说大了吧 地球也有了 就是 对啊 就是我 我还记得 有一次我看那个 杨振宁 一个短视频 他们就问 就说你相信 有没有造物主 他说那个 我不相信 有这个人为的 就是说一个 人格化的 这么一个神 他说但是呢 确实感到很惊讶的 就是说 这么大的能量 这么大的这个能量 这么大的距离 他有什么必要 不是 有什么必要 是我说的 他就是 一方面神秘的是 按说呀 你完全不能了解他 可是呢 对对对 物理学家又告诉你 就是说他神奇的地方在于 我们在很大程度上 他按照我们的规律 算法 运转 是吧 也就一百光年 百亿光年之外的 他不违反广义相对论 你说 那你这么一个 连原子都算不上的 这么一个渺小的 这么一个生灵 你能推断出他 就比如说 当时说最早 这个天文观测 说西方的天文观测 他们最早的一个惊讶 就是说 原来我们看到的宇宙 都是相同的物质组成的 这个能这么说吗 能啊 就是最早的 大爆炸宇宙学 特别特别简单 出来的物质 最早 最早出来的就是 比如说 大爆炸出来的时候 一直到恒星形成之前 很简单 有氢 就是 氢不就是质子吗 对 就是原子的核 只有一个 一个质子 一个质子 然后有个电子 这个叫氢 然后有氦 氦呢 当然有氦3 有氦4 大部分是氦4 然后还有 非常非常少的理 就这么多东西 然后其他东西 都要经过 恒星演化以后才有的 所以宇宙里头 最早就这么简单 就这么几个东西 对啊 它那么大 但是实际上就是 由基本上一样的物质 组成的 这对我来说 就对天文学家 就是现在我们天体物理 掌握的知识来说 这个相对来说 还更 比如说 我的疑问是 我们人 对吧 就是这么几些东西 碳啊 氧啊 就水嘛 就这种东西嘛 对啊 那个DNA 它就靠这种 很少的几种元素 把它弄得这么复杂 比如说为什么 我跟朱棋长得不一样 对吧 甚至 甚至还有 这是很难的 这个 比这个实际上 就是 人肯定比宇宙要复杂的多 你刚才那个问题 从天文学角度来说 宇宙比人要容易的多 它非常简单 这几个物理规律 直接就什么都算 我跟你说 这邓波士说的太好了 这邓波士说的 就是我看到的那本这个论著啊 它的下半句话 他说一方面呢 你要仰观宇宙之大呀 你就觉得你没有存在感了 就是小的像个原子 可是另一方面呢 你也包括一个宇宙 因为咱们就不说别的 就是这个大脑的这个神经元 这里面的这个神经元之间的联系复杂 就是这个大脑 现在这个仅根据科学发现的神经元之间 甚至组成神经元更小的是 基本粒子的层面上看 它比宇宙的复杂一点都不差 那么也就是说 你自己你内在 你都觉得人就人体内在的比宇宙还复杂 比如太阳地球让太阳转 你知道它是怎么转的 你永远都 我一下子能算上了 几百年以后 能算上几千年以后 但人其实不行 你比如过五分钟以后 咱们每个人想什么事 自己都不知道 任何人都不知道 这个是因为我们对这个东西的认知 可能还不够 但我觉得 但是天文不是也很奇妙吗 就是你们其实不断地 在刷新自己的这个知识 然后通过望远镜的这种 这个发展不断地把你之前那一代人 认识的东西可能彻底推翻 还有一个就是 这个大爆炸起源之前 我们整个宇宙是一个非常小的 电子质子还是什么 我们一般不用这个 不用这个词 起源之前 因为这个时间 对就没办法说 它是个时间的起点 对 起点不是起义 就是开始的那个点 再往前是没 就是仅仅只有数学意义上的 对 这个定义 实际上呢 因为它既然是起点 因为时间它不会往回数的 对不对 所以这个是 那作为天文学家 你不关心数学之外的存在吗 应该是说 必须关心 实际上我是这样的 我个人的这个成长经历 像我最早是做偏理论的一部分的 玄学研究的 不是 那倒不是 开玩笑 我但是学理论物理 对 然后 上研究生的时候 是做偏理论的恒星物理 然后在国外上博士的时候 学的是纯粹的就是 计算机上面的 去研究恒星的 叫恒星演化理论 理论 那回到这儿 我们一起就开始做观测了 实际上观测 就是 真是特别好 天文观测是 你知道我们现在所谓的未知 有两种 一种是未知的未知 就是你 刚才说的 你可能是 你没有预料到的 还有种叫已知的未知 我知道原来的东西 但我们从来没看到过 所以这是我们天文学家 比较确定的一个努力方向 我们同时还在找那种 我们没有预见到的这种未知 所以这个 比如说像十余天体物理 为什么现在这么 这么新奇 就是以前了 我们不管是望远镜小也好 大也好 我们都是 拍一张照片 再拍一张照片 然后去研究了个照片里的东西 或者是光谱 或者照片 都是一个时间点 但现在我们是 比如说我盯着那个地方看 我持续一段时间 就是我们说的时间窗口 因为随着时间的变化 它里头会产生一些现象 所以天文现在就是 一个是看见新的东西 还有一个就是 发现新的原理 所以天文观测 实际上最美妙的东西就是 是发现未知的未知 而不是椅子的未知 当然也很好 对 一军你刚才是想问什么 没有 就是他们有一种说法 不是说我们诞生于一个真空 然后产生了电子反电子 然后这电子反电子在一起 就会就没了 但是可能很多很多 在一起之后会有 会有当中的一个会留下来 就形成了我们最早的一些 就是这个物质 那么这个理论实际上 就我们从后来 我们所看到的一些 哲学意义上话说 这个一画一世界 一夜一幅题这些 其实跟它有一种对照 不是也很奇怪吗 就真正的地上的万物 包括我们人体 所有这些 跟天上的这些东西 它真的是有对照 所以你看 我们文科省觉得 你那个我们都瞧不上 我们要一研究 研究根本的 根本的大的问题 这也是奇怪 这能有所比吗 还是一种负负 我觉得不可比 因为我这个 作为一个自然科学家 我就是坚决反对这种东西 因为这个 就是你刚才说的这件事情 科学的来说的话 我们要做科学 明天要讲证据 逻辑要对 要有理论去支撑它 然后能够产生预言 就是科学 就是能够被证伪 对吧 然后还有一个最重要的东西 你还能够预言 你比如像你拿那种什么 你刚才说的这个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